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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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扒我們就經常吃 但你有沒有親眼見過豬 送去逃房被殺呢? 在荃灣逃房這裡 不定時都會有一班人聚集 他們說要救救港豬 救港豬就是希望透過目擊 那些豬送去逃房 希望帶給香港人肉食背後的真相 因為香港人一天都會吃4000隻豬 希望我們作為消費者 吃的東西都有責任去知道 我們吃背後剝削什麼生命 這一天有十多人來到現場 舉起紙牌、標語和相機 用不同的方式送別豬隻 聽到豬的慘叫聲 有人忍不住要餵豬飲水 亦都有人舉起公仔 幫豬拍下最後一張照片 牧送豬車的做法 源自外國動物組織 The Safe Movement 但他們只會作出無聲抗議 惹來不少批評 很多人會質疑我們的行動成效 沒什麼用 因為你又不是救那隻豬 你又不是進入逃房 但這個已經是我們做到最近的一個現象 而很多人都連這個現象都不可能見到 不單單是現在聽到他們的慘叫 或者看到他們很絕望的樣子 其實如果我們上網去看多些資料 他們從出生那一刻到送來豬場 這一刻其實他們一生都是被困住 有很多身體的痛楚 我想很多人來到這裡都已經感受到 其實這個不是我們可以忍受得到的生活 香港人關心貓狗 但就很少提及食用動物的福利 講豬成員的主張 就算你不認同 又不想轉食素 但或者都可以趁這個機會反思 平日碟上的食物 是否只是一塊肉那麼簡單呢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